翻开一张中国地图,当你把目光投向宽广的内蒙古自治区,便会发现一连串,富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地名,阿拉扇蒙、正南旗、陈巴尔河旗、东乌中穆庆旗等等。其中,蒙市地市级单位、旗市县级单位,旗蒙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特有的。内蒙共有三个蒙,阿拉扇、西林郭勒、兴安、49个旗,还有厄伦春、厄温克、莫里达瓦三个自治旗。 那么内蒙古为什么会有奇蒙这种独特的行政单位呢?咱们先从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开端说起。在宋经时期,草原上散布着各个部、洛、起岩部、塔塔尔部、克列部、乃蛮部等等。这些部族各自为政,互相攻伐。直到1206年,成吉思汗统一草原,才结束了这一局面。 成吉思汗将原先的部族离散,以逢石敬一的原则,将部名编为百户、千户,封给家人和功臣统、侠。这是蒙古有行政编制的开端。到了元代一统江山的时分,草原老家成了临北行省。 临北省和内地其他省的行政体系就不相同,临北省下面不设置陆府州县。而是由一个个王公贵族的封地,爱马克构成,爱马克下面再设置,十户、百户、千户。实质上和成吉思汗时期没有太大的不同。 在这个体系中,头领世袭网替,上下级之间有非常严厉的隶属关系。蒙古棋手有编制有单位,故而有组织有纪律,战斗力也就表现出来。这也是他们能够打翻全世界的原因之一。 后来蒙古人被朱元璋赶回了塞外。元汉停示威,内部纷争不断,我们都是黄金宗族的后代,又掌握了不少资源。一些人操控了好多个爱马克,称之为恶托克。这些贵族们谁也不服谁,互相打来打去。 而,本来依附于大汗的,森林百姓瓦剌力气兴起,要和蒙古本部一决高低。就这样草原上陷入了一片混乱。 大约到了明朝洪志正德年间的时分,黄金宗族里终于出了一个人物,名叫贝尔纸经,巴图梦克,名史上称其为小王子。 这个小王子打跑瓦剌人,再次统一了蒙古各部,被称为大人忠心之组,人称达严汉。达严汉废除了长时间,被瓦剌人占有的太师一职,设立了济农汉与晋王的武,或自动投靠满清。 开端,经政府把他们编入满洲八旗,后来归顺清廷的蒙古人越,来越多了,原有的八旗装不下了。 特别是在1634年,黄太极打败查哈尔大汉林丹汉之后,所获壮丁无数。 所以便专门搞了一个蒙古八旗,这便是其在蒙古民族内推广的开端。 蒙古八旗是从归于满洲八旗体系的军政议体组织,同后来的当地行政区其仍是不同。 1636年5月,黄太极在圣经会蒙蒙古十六部落四十九王宫,将蒙古区分为四十九旗。 本来的王宫为扎萨克旗长,这而搞得才是真实的行政旗。 这些行政旗由原先的厄多克仿制八旗,准则改造而成,若干克旗定时进行盟会,故称为齐蒙准则。 到了1640年,黄太极宣布废除原先的万户、厄多克等单位,悉数按其区分管理。 齐蒙志在清空漠南区域全面,齐蒙准则随着清朝实力,在蒙蒙古部族大致分红三类管理, 八旗蒙古、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。 八旗蒙古至同满洲,驻防全国,自成体系。 草原上的蒙古部大都归于后两者,而其中又以外藩蒙古为大都。 外藩蒙,古所谓的外藩,便是由部落领袖自制。 蒙古领主世袭担任其长称为扎萨克王爷。 其内领土皆是他的封地,其内人丁都是他的署名。 扎萨克的万公组织叫和朔衙门,设有两名协理,一名主管,一名梅林级总兵。 和称掌应武大臣,其下一级设有苏穆,苏穆的主官叫做苏穆张经。 苏穆在下一级称为昆都。 相邻的几个旗每三年盟会一次,有中兴指定了其长任政府盟长。 盟长和中兴特派员一同召集盟会,向各个其布置中兴任务,传达朝廷指示,并清点计算各,其人口经济数据,为总半截司法案子,报告给中兴。 清朝时期的盟本身没有行政组织,还不算一级行政单位,只是起到对与盟朱旗的监督和协调联络作用的一个委员会。 内属蒙古由市中兴直接委派官员管理的,录用总管、副都、同、散至大臣为旗长。 旗下由左领、参江等官员。 内属蒙古旗简直不会蒙,直接由将军都同等封江大力统侠。 能够说外藩蒙古是充分自治,内属蒙古是中兴指管。 内属蒙古很多是由原先的外藩蒙古,由于暴乱被镇压、改土归、留、而来。 最大的内属蒙古部众,便是查哈尔部。 清昂西十四年,查哈尔亲王布尔尼觉得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第一派正统好似,怎能屈居人下。 所以趁着三藩之乱的时分,起兵反清。 成果不到两个月,就被清廷镇压了。 康熙把查哈尔部设成八个内属旗,运用正香红黄白蓝旗的名号,人称查哈尔八旗。 其蒙准则是清朝在蒙古区域实施的一项,根本政治准则,从中能够看出清朝对蒙古的策略,便是撮合加上防备限制,恩威并施。 先看看恩的一面,高官后路撮,和上层。 清廷给扎萨克王爷极高的待遇。 给他们赐予超品的爵位,从镇国公到亲王不等,而且和他们联姻结为亲家。 蒙古齐盟里的其他官员也品质极高。 齐的体量相当于内地的县。 可是其协力却是一品官,协力,梅银有而三品,比内地的七品芝麻官,不知高到哪里去了。 再说威的一面。 清廷在中心和当地设置了文武两套班子,来控制捆绑蒙古。 在中心游里翻院,专管蒙古业务。 蒙古王宫的封爵会蒙朝贡赏赐,都有李翻院管理,其内重要业务都必须承报李翻院同意,其里的墓地,人丁,油马,田产都要报告给李翻院。 李翻院还负责制定法律法规,李翻院责立,蒙古律等捆绑蒙古王宫。 在当地派大员设中兵,蒙江广袤的土地上,则设置了呼伦贝尔福兜筒,热河兜筒,乌利亚苏台将军,库伦拜师大臣,隋远成将军,科不多参赞大臣手握中兵的封疆大力。 控制,监督蒙古部族,如有谋反不轨行为,则当即讨伐诛灭。 在恩威病失下,齐蒙治把蒙古部族,牢牢地捆绑住了。 齐和齐之间划定了严厉的疆界。 不同齐的牧民不能越界放牧。 齐帝和汉帝也界限清晰,蒙汉人民也不能自由往来。 这样能够防止蒙古各部和蒙汉民族之间联合作大,对朝廷形成要挟。 齐蒙准则施行简直贯穿了整个清朝,直到清末、列强侵略、清士林一,他才逐步走向崩溃瓦解。 齐蒙治有其积极的一面,他确保了草原边缘地方的平和安稳,使得蒙古各部之间的纷争战乱大为减小。 但他终究是清廷维护统治的封建产品,有时代局限性。 由于齐蒙准则的长时间实施,齐和蒙也成为了约定俗成的区域称谓。 1947年,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,齐蒙就职彻底被历史筛选。 可是根据习惯,仍是留下了齐和蒙,作为一些行政区化。 是维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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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? これで画一段时间,您能够护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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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性。